但是我们看到的是一路走过来越来越坚强越来越成熟的一个三浦友和 那这本《相信》是三浦友和在他1999年创作背写题之后的第二本自传题随笔 著名旅日学者毛丹青担任的这本书的翻译的工作 他也是从日本东京给我们发来了一段录音 谈到了自己为什么会选择翻译这本书推荐给我们中国的读者 我选择翻译《三浦友和》的《相信》这本书的最大的理由 可能是鉴于国内读者的市场要求 因为我觉得类似于这样讲亲情讲夫妻恩爱的书并不是很多 因为我平常也比较关注这方面的资讯 特别是演艺圈大明星大演员还有包括大作家 能够有一种就是心境如水的这么一种风格 来描述他们所经历的日常的生活这样的作品 至少从我的观察和了解来说并不是很多 所以当我刚刚接触到这个《三浦友和》的《相信》的时候 我就觉得它是一个很整齐的一本书 就是不吵不闹 安安静静的去叙述那些也可能是很清淡的一种生活 但是我觉得这样的一种状态恰恰是现在在中国的读书市场里面所需要的一种内容 往往在叙述这种人的这种情感 包括与社会的这种关系的时候 总是有一种大起大落可能是更多的类似的作品 可能表现的是那种风风火火或者是那气雨鲜昂的那种感觉 很少有这种好像就是很清淡的 像就是一碗清茶式的这种叙述 这个是我之所以选择翻译相信这本书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契机 或者是一个动机 我看过很多类似于这样的就是讲平常生活的日本的作家也好 还是演艺圈的人也好 他们写的这个书 但是像《三不有何》这样的这本书呢 实属是很少见的 我的选择往往是有一个把握 就是说具体的能给中国的读者能够带来一种什么所需要的文化元素 我觉得选择相信这本书 可以说是百分之百 为了通过这么一个非虚构文本的一种如实的表述来传达一种现实生活当中的一道风景 一个参照 我想这个就是我为什么执着或者是很积极的来翻译这本书 至于《三不有何》 他本人来说 因为他是一个荧幕里面的人 是荧幕上面的人 他在这本书里面也公开的表示 说自己很不适合在娱乐圈里面混迹 他说他曾经有过一种经历在电视台做一些节目 就类似于搞笑的这种节目 他往往跟人家搭不上话 只是说他没有习惯在那种你一言我一语的这种娱乐圈子里面的这种氛围 他自己不能够把自己装进去 他说他自己还是一个努力的去做演员 把演员这个职业作为了一个终身的选择 所以是一个很执着 而且是一个很诚实的人 这个诚实表现在他不是那种去追求那种大风大浪 也不是去追求那种日月变幻 他是一种非常安静的 能够潜下心来认真生活的一个 用我的话来说 他实际上是一个戏男人 戏就是细节的戏 做什么事情很仔细 他不是个粗男人 不是一种就是粗犷的粗暴的好像什么都不在意的 并不是这样 那么在这本书里面实际上能够表现出他很强的这种性格 有很多的这种细节 柴米油盐也好 还是在家里哪怕是关窗也好 还是还是进屋也好等等 这些看似上去都是一些鸡毛蒜皮的一些小事情 但是在他的这个书里面却栩栩如生 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通过读这本书 我们可以了解到原来像三部有何这样的大的明星 像他的太太山口百慧 他更是一个近乎以神话一样的一个大明星的生活当中 我们去看我们去了解的时候 你会突然发现原来他们是一个很普普通通的人 没有任何奇特的地方 就好像是我们的邻居就好像是在我们的眼前 也可能就好像在我们的背后 所以这个也是我自己通过翻译这本书所得到的一个印象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著名旅日学者毛丹青 因为他担任了这本书相信的翻译的工作 他谈到自己在翻译过程当中的一些心得和体会 那这本书是三浦有何在2011年底 他的人生即将到达花甲之年的60岁 在日本出版的 具体出版日期是2011年的11月19号 这一天也是三浦有何与山口百慧结婚31周年的纪念日 整本书分为结婚30年 演员40年 人生60年 三个部分 从三浦有何的少年时代开始讲起 包括一路走来遇到过的形形色色的人 以及如何养育孩子 人生价值观等等的内容 三浦有何也在书里畅谈了他和妻子山口百慧之间 如何维系夫妻感情的话题 三浦有何和山口百慧是1974年通过拍广告相识的 那时三浦有何22岁 山口百慧15岁 同年他们合作了电影《伊豆的舞女》引起了轰动 马上我们就打开这本书为大家来阅读这一部分的内容 高中毕业后的两年 我在音乐道路上遇到挫折 失去了人生的目标 在这之后 虽然我有幸作为演员出道了 但那时职业演员对我来说并不是人生的目标 这是我小看了演员这个行当 而让我真心感到想把这份工作坚持下去 想要做得更好的契机 是一部电影 这就是我的首部电影《伊豆的舞女》 《伊豆的舞女》是我的第一部电影 主演是山口百慧 当时她已经是明星了 因为角色是旧志一高 也就是东京大学的前身的学生 而应目者中有东大的在校生 对发行公司东宝来说 这很有利于宣传 一定要用东大学生的决定 几乎已成定局 对此只有西河科技导演提出了异议 他的意向是 应该启用一个有点表演经验的人 在选拔之前 导演看了我和山口百慧共演的格力高的广告 看了那支广告 他支持由我来出演 据说当时他连这样的话都说了 我一定要用演这个广告的人 不用他 我就不当这个导演了 我想我能有今天 都是脱了西河导演的福 如果我没有参演这部电影 真不知道自己的人生会走向何方 你平常在大岛都做些什么 蚊子 帽子 金子 都是我的好朋友 我们常去钓鱼 我最喜欢过年了 因为大家都会回大岛 有表演吗 能跟好朋友在一起是很开心的事 我还常常跟阿军一起去沙滩玩 我刚到电影拍摄现场时 就觉得很不一样 电影跟电视剧不同 为了一个作品所使用的布景十分庞大 工作人员的数量也翻了倍 当时的日活电影制片场 布景占地是现在的三倍左右 我也有过感慨 觉得这里就是石原御次郎 他们那些明星的阔步前进之地 日活电影制片场开始卖地皮的时候 正值我们俩合作拍摄第十一部电影 现在的公寓和超市所建之地 原来是好几个摄影棚 还有被称为日活银座的露天置景地 以及一个很大的停车场 有人问过我 在拍第一部电影时 对伤口百汇的印象 说实话 我已记不太清楚了 因为那是我第一次体验拍电影 全神贯注 几乎没有时间感受对方的魅力 我发觉自己变了 是在电影完成之后的看片会上 这是在公开上映前 专门请一般观众参加的看片会 这不仅是山口百汇第一次主演电影 而且演对手系的男演员是海选出来的 在当时已经成为公众的话题 面向大众的看片会 是宣传电影的一个重要环节 全体演员上台致死后 电影院里的照明灯渐渐地按下来 我们被带到二楼的座位上 近乎强制地让我们看完了这部电影 你的学校放假了吗 没有 不过没关系 你在学校有很多同学是不是 是啊 我想 他们知道了一定会非常惊讶 而且 他们也一定会为我担心 为什么 因为我没告诉他们 就一个人到伊豆来了 你的老师会责备你吧 大概会吧 我以前跟他们去东京表演过 刚好是樱花季节 因为有话题性 看片会全场爆满 这对我来说是一次特别的体验 以前我只是通过收视率 来了解观众对我演技的反应 也没怎么往心里去 只是面对摄像机表演而已 演电影也是一样 我都没怎么意识到观众 可是 这一次是我跟观众一起看自己演的电影 而且 自己是在眼前的大画面上 观众们的笑声 热情 与叹息 全都当场传递过来 有一种淋漓尽致的感觉 这也是我第一次 切身感受到 摄像机镜头后面的 观众的存在 我当时就想 这下 可不能随便演 我为自己曾经扬言 不想让 就辞掉算了的草率态度 而深感羞愧 到这时 我才真正蒙发了 作为演员的觉悟 而且发誓 要当个好演员 大家现在听到的这首歌就是 山口百会演唱的 《衣豆的舞女》的主题歌 这里各位正在锁定的是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文艺之声的品味书香节目 今晚小马为大家介绍的 这本书是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 三浦有何的自传 《相信》 中央人民广播放胡于是 hasang中的 谢谢大家